4加7带量采购试点行动,带来相关要价大降价,最高降幅96%,平均降幅52%,同时,这个行动也引发了医药上市公司股价大跌。 12月6日,4加7带量采购试中标结果公布,中选品种大幅度降价,随后,带量采购你中标结果公式,要起中标数量由31个减少到25个,你中选要品价格平均降幅达52%,由成都贝特生产的富马桑奇诺福文尔底复制片降幅超95%,创下采购价格新低。 12月7日,联财办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根据权威部门调查资料,在要品销售价格中,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合理利润,紧占了较小的部分。 因此,你预重视要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,计调的主要是销售费用等水分,要品生产企业,还是能赚钱的。 近日,央视曝光的出厂价只有6毛支的消炎药品克林梅素磷酸止注射液。 在进入门槛后,扬升一遍零售价近高达12.65元每支,中间力量超过百分之两千。 药品的加价路线途中最大的一环就在医药代表给医生吃回口,导致患者在终端中当了冤大头买单。 为了解决看病难,买药柜的问题,国家也就一直想办法解决。 比如国家出钱成立医保基金,补贴医疗费,因为是直接补贴,落实到大家身上的效果已不明显。 后来补贴到病人手里了,看病报销,可是又出了些偏报的事。 可是药柜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 今年三月份,国家专门成立了医保局,负责药品采购,于是就出现了四加七代量采购试点行动。 原来,药企卖药是医药代表去找谈,中间加上几个不透明的环节。 这样,药价到大家手里就高处出厂销很多。 现在,医保局采购购责人直接去找药企谈判,卡掉了那些不透明的环节。 买什么药,买多少,都是约定好的,符合条件的药起来报价就行了。 这药,当然是谁家的便宜买谁的啊,需要中标了。 不仅预付一半的钱给你,以后功利60%到70%用药市场,可能就是你的天下了。 于是就出现了药厂纷纷降价的一幕,很多药直接降价60%,最多甚至只降90%。 这次选了4加7,11个城市来作为试点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4个直辖市和7个省会城市。 广州、深圳、沈阳、大连、西安、成都、厦门。 第一次谈了31种长线药,6号中标名单一出来,很多人就蒙圈了。 个人非常看好这次医药改革,药毕竟是关乎性命的,不是用来发家致富的。 虽然,这次定价导致药品价格大幅下降,但一中减几掉的是销售差价的水分,药器还是有利润可赚的。 以价化量,薄利多销,这个买卖还是赚钱的。 这次国家给我们来了一个大团购,一来以后买药便宜了,二来,药器也能省下一道笔营销费用,把这钱投入到药品的创新里面去。 可谓一举多格,值得一提的是,这次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广大老百姓。 毕竟以后医药,特别医保中的药品大降价了,而且不是一点点,值得期待的是,试点成熟后,非常可能会向全国推广,到那时,大家都能用上偏药了。 PS,还记得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,里面两万一盒的看爱药,格列宁。 他三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,贵得离谱,而在印度,他的仿制要出场价只有五百块,卖给病友却卖五千十倍的利润,靠着贷购仿制要赚差价,实用就这样发家了。 电影里这样,其实,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,甚至更离谱,比如央视曝光了的克里米索林酸纸注射液,总结率超过二十倍。 我们付的要求里面很大一部分都被,中间的这些环节吃掉了。 这次改革就是针对这一点,对此,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